今天给小曼刚刚炒完 有一点点洛阳 洛阳性 所以把几年前买的N95口罩找出来 在这边翻箱倒柜了 找到他 真的是你以为结束了 其实真的是刚刚开始 三年前买的口罩 三年前新冠刚刚流行的时候 买的口罩团的口罩 现在三年后又派上用场了 我还是有黄山发楼 我在这家24多 还差点连夜 你赶紧休息再睡吧 晚上韩韩现在就跟我睡 小曼在这边咯咧 不是我耳朵疼 现在不烧了吗 昨天烧了 好像今天抽的耳朵 现在不烧了 我在那查耳朵疼 有什么用 用啥按摩 剂俩就好了 耳朵里面抽着糖 晚上韩韩跟我睡 其实我精神状态都是OK的 但是晚上我是感觉 有一点点的微熟 微微的烧 韩韩呢是不发烧的 正常的 刚才睡前感觉有点低烧的感觉 然后躺着躺了一会儿 出了一点点水 出了一点点汗 然后这会儿感觉不太烧了 不再烧了 早上起来 喊喊现在 一切正常 然后我也一切正常 也不 也不发烧了 昨天晚上有一点微微的烧 但是早上 已经正常了 你咋样 你咋样 凉多少度 你能反复 可能要反复少凉三天 再吃点腰 小闷今天还有点花烧 因为我给人做 等于做个牛排 然后给你煮个稀饭 咋样 然后先煮两个鸡蛋 下两个花烧面 太烧了 鲜不鲜不鲜蛋 真的不熟 我昨天都好了 然后今天又少了 我发一会儿 是不是这么快又二次干 我看这个正报 又是反复的 我昨天都不烧了 然后也有胃口 吃饭了 呵呵 至少有精神 也没死 吃点饭就行了 有的是五天 还是七天之后 那才感染上 呵呵呵 反正这个糖尿性这么强 我觉得我戴不戴口罩 都没啥作用 然后这个头糖 就是那种炸裂的糖 嗯 就是炸裂的一条凤羊那种 牛排做好了 煮包蛋都 那个烂烂了 哦 简简单单一吃 就行了 姚依涵出来吃饭了 做好了 你咱简单做一个 牛排泡面 煮着鸡蛋 昨天还赶紧吃 让你妈进去吃 咱们还在外面吃 呵呵呵 我也想吃 我一出来 牛排泡就把他嘴巴里捂 呵呵呵 我也想吃辣子 那我给你放点辣椒 放一点点 牛排太辣了 吃 你把鸡蛋也要吃 哦 补充一点 蛋白质 把这个牛排一吃 别吐我的牛排 你这两天也别下去 别吵 在家里 嗯 我要把给你 是一件所有模式玩一样 爸给你煮这个鸡蛋 香不香 你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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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香不香 是不是现在 那个发生的 什么都买不到了 发生的 嗯 快买了 买过了 嗯 那他幸福买这个 幸福买一下 嗯 哎 我路级还有吗 嗯 我路级 有啊 我一个就够了 不是 只有家里只有一个 昨天有一个 网友说是他那 都不卖 水银子都不卖 早都不卖 买都买不到 水银子太慢 给家好几分钟 那种电子的 好像快捷 你说那就可以了 水银子也有点准确 水银子也有点准确 那种电子也准确 没有 那种电子也准确 你说你低伤了 你要不要给你测一下 你也一样 不浪费 哈哈哈 还有一个烤人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简单分享了这里 感谢大家的吃 我们下期见,拜拜 小梦在这边吃饭 我在我房里吃 不能用这个,不能用这个 这个被我妈摸过 被你妈摸过 拿纸拿纸 拿纸插一下 没事,你赶紧,把牛排吃 有个问题是我下午去 就让别人来回家 那我去吗 你别去,你别去 你也要带着 你带着脚 你带着脚